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最早的名称叫中国精武体操会 是我国近代体育史上第一个民间体育社团 西洋大力士奥皮音在1909年的冬天 在阿波罗戏院表演健美 侮辱中国人是东亚病夫 霍元甲就来户迎战西洋大力士奥皮音 1909年的12月3号 申报登出了奥皮音 中国大力士请入比利的公然挑衅 霍元甲 因此南下上海东报公开比武 并将擂台设在了今天的张园 霍元甲在时报和申报上都判发了广告 说出了一句非常霸气的话 是积我国为病夫国 我积病夫国中一病夫 愿与天下见者一世 但和我们电影里看到的不一样 历史上这场比武最终没有比成 因为奥皮音失约了 压根没有应战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霍元甲 声名大战 这样的话语激起了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当时是在同盟会员陈其美农敬孙等人的共同的支持和帮助下 金武会成立了 融会了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树江流域 三大流域的248种武术套路 百年金武的辉煌就从此刻开始了 这幅画上的人都是金武会的成员吗 没错 像我们看这边都是跟武术相关 少林门师 赵连和 鹰爪王 陈子正等等等等都是武林大家 大师云吉 独步武林的金武会很快就开辟了新赛道 进军体坛 陈汉强 澳大利亚华裔我们邀请来在金武会开了首个拳击培训班 从此中国内地才有了拳击运动 1936年我们金武会还组队参加了德国柏林奥运会 第一个进入奥运会复赛的中国人是金武会员福保璐 而且这个人非常有传奇色彩 他长得很帅 又是电影演员 电影海藏他扮演虎子 后来福保璐又参加了飞虎队 在抗战驾驶飞机的过程中不幸牺牲 现在他的墓碑在抗战空军纪念园中 金戈铁马现英雄本色 执笔为剑 长文人气概 乃文乃武的另一半则是文化 中国动画第一人叫杨左陶 也是金武会的教员去美国留学 化名为西歪阳 后来去了几十年 白雪公主大家肯定看过 你们回想一下 头发着黑头发 杨左陶是白雪公主的设计者 是金武会的会员 哇 太神奇了 连话坛巨部徐悲鸿竟然也在金武的历史上 留下了潇洒的异笔 徐悲鸿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份工作 就是为金武的十二路团区画了插图 在落款处有疑心徐悲鸿 甚至我们的国歌也和金武会有关 1919年的金武会会长叫朱庆兰 抗战期间他是以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的身份 多次奔赴前线 而且他还投资拍摄了抗战电影《风云儿女》 而《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刚来的时候其实没有定名 只有进兴许三个字 是朱庆兰定名为义勇军进兴许 后来有幸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这样的金武会真正是揽进天下英才 到了今天全世界共有三十四个国家 七十九个金武会遍布全球五大洲 上海金武体育总会是他们的发源地 如今的金武会依旧在延续着往日的荣光 好多小朋友啊 对对对 现在打的就是金武会的创会拳法 也是霍原甲真实传下来的迷宗拳 传承了霍原甲迷宗拳的正是一对孪生姐妹 年轻古希依旧身形矫健 我们今年是六十八岁 从金武会接缘六十二年 1974年正好是上海市第五届 试运会他拿了全能冠军 哇 全能冠军啊 全能冠军 全能冠军 我们从学员再到运动员 在做教练员 一直没有离开金武 我们也很高兴中华武术 金武武术能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像这个福建大学这个孔帆会老师 他是世界冠军 他也是我们金武武是对的 旋来孔帆会早已登顶 难怪他的武林早就没有了胜负之争 全劲此利剑穿心 锁过之处无痕但有风 玲珑游走流水绕食 炼的是心平气河 扬的是潮流国风 施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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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才知道原来你还是世界冠军 没有没有没有 你还记得你一共拿过多少个冠军吗 大概全国加上国际赛事的 一共有44枚金牌 44枚金牌 对 44练武 我觉得是一件很酷的事 很潮 武术一人习武 就是强身 全家习武 强足 举国习武 强国